从未见过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 这个刚刚出生三个月的男婴 从生命体征上看 他与正常的婴孩无异 可是仔细看过之后却发现 他小小的身躯上 竟然长着31根手指 这怪异又有几分可怕的一幕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今天我带您了解31根手指的故事 就在三个月前 邹家兴天了一个白胖大小子 但却自此不与外人来往 邻居们对此疑惑不已 心火相传喜天心顶 本该是欢呼雀跃的大好喜事 为何却成了邹家幸福的结束呢 这个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在这个家庭中 刚刚诞下的先生儿小红鼠 他一出生就跟普通小孩不妥 刚被医生从街探台上 抱出来的那一刻 他就被发现拥有31根手指 其中包括15根手指 还有16根脚指 也就是说 小红鼠比正常的小孩 足足多出了11根手指 而小红鼠更让人感到特别的是 在他肉嘟嘟的手上 除了有15根手指 在每个手上 还都有这两个手掌 只见手掌上的掌纹复杂 而且还没有大拇指 在两只脚上 分别长了8根脚指头 每个脚指头都有单独的骨落 如果散开来看 就像是盛开的莲花一般 但事实上 事情远没有莲花这般美好 因为如果继续放着 他的指头这样成长下去 他的脚将会变得越长越困 根本找不到合适的鞋子 穿在脚上 吃饭的时候 手也无法正常地拿起筷子 此外 当别的小朋友在学校 读书写字的时候 小红鼠也只能呆呆看着铅笔发呆 因为他同样无法正常用手 拿起笔来写字 这些还只是表面的印象 因为更令人担忧的是 这独特的外观 一定会惹来很多人的不理解 甚至是嘲笑和嘲讽 而在如此不公平对待的环境中成长 小红鼠的内心可以想象 会遭到多大的心理创伤 这种不公待遇 甚至会深深影响着他的意识 其实需要承受这份压力的 不只是小红鼠 还有他的爸爸妈妈 小红鼠的爸爸叫邹成林 目前在深圳一家外贸公司 有一份负责采纳的工作 虽然赚的不多 但也足够家里的日常开支了 只是因为孩子的特殊情况 他在一边工作的同时 在利用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 不断带着孩子四处求医治疗 而且在短短的时间内 附近大大小小的医院 已经被他们全家都给跑遍了 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案 每当求医无果回到家的时候 邹家人都是郁郁挂魂 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小红鼠会这样 对于小红鼠的多指 邹家人可以说是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他们邹家的祖祖辈辈 根据家里老人描述的情况来看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可奇怪的是 小红鼠为什么会长出这么多的手指呢 但就在此时 小红鼠的妈妈处英巧 小心翼翼地张开了自己的双手 原来小红鼠的妈妈自己就患有多指 双手双脚各持六指 包括褶骨 包括掌骨 还有手指 为了更详细地了解这种情况 他们再次来到医院做了检查 而医生对于这样的情况 解释说是多发指病畸形 还拿着片子进一步说道 他的脚趾多多 褶骨也是多出来不少 而手也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是单纯手指多的话 把手指切掉就可以了 但是小红鼠这样的情况 一旦要切就意味着要切掉整个组备 综上所述 小红鼠的这种案例属实少见 手术的难度也比较大 尤其是手部 不仅需要对手指 手掌进行一个大面积的切除 还需要重建拇指的各项功能 而且小红鼠现在还太小 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手术 至少需要在六个月到一岁之间 才能前来医院考虑动手术的事情 随后记者向医生说明 小红鼠的妈妈家族中 是没有任何这种迹象的 医生听到之后说 这种情况应该是隐性遗传 在网上找的话 或者是到了小红鼠这一代 基因出现了一些问题 也可能是上一代的基因出了问题 但是并没有显现出来 不过在小红鼠妈妈这一代 其实已经有所显现了 所以就会有几率影响到小红鼠这一代 而且小红鼠的下一代 将会有更大的几率 会遗传到这种罕见的病况 更严重的事情是 接下来会一代一代往下传 事实上 多指症本就是一种常见的 手部脚部先天机性 不同类型 遗传方式也不一样 发病的方式也不一样 小红鼠无疑是遗传了妈妈的多指症 只是小红鼠的多指症更为厉害 情况也更为复杂 可想到这种多指症 也许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邹家人顿时觉得有些无奈 几年前小红鼠的爸爸邹成林 认识了同在一家公司上班的楚英娇 楚英娇的老实和善良 都让邹成林觉得很有安全感 邹成林家里的条件并不太好 前任女友还因此甩手退婚 而楚英娇的自卑 更是让邹成林感同身受 随后两人进一步的交往中 慢慢定下了婚姻 可没想到刚生下一个孩子 全家人就陷入了绝望之中 如今一谈到小红鼠的病情 邹家人就会面色沉重 面对高昂的手术费用 以及难以预计的术后康复 更有一代传一代的可能性 这像是一个世纪难题一般 摆在了这个贫穷的家庭面前 面对这样的情况 楚英娇自责不已 想到孩子的人生 再想到整个家庭的未来 楚英娇不禁放声痛哭起来 这虽然是楚英娇的基因 可这更是围绕在一家人头顶上的梦魇和乌云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亲 看到自己的孩子生病 每个做父母的 其实都恨不得替孩子去承受苦楚 恨不得以自己的命换取孩子的健康 但奈何命运弄人 这户家庭偏偏要经历这种无法言说的痛苦 我们也许无法决定谁来承受这份苦楚 但作为父母 一定会倾尽全力去拯救自己的孩子 我们也希望小红薯的病情能尽快解决 也期待在她手术成功之后 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人生本就多有坎坷 祝福大家在生活中能多一些顺利和幸运 少一些磨难和痛苦 好了以上就是31根手指的相关内容 那么本期的视频也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